來我們看化石 拿到什麼 龍王龍湖泊 水喔 我們可以弄龍王龍了吧 我想弄一個龍王龍欸 哥想弄一個龍王龍 來造景一下 咱們來造景一下 這邊應該也可以再看啊 這邊可以再用一個景觀台 這樣他們才有辦法看到各種恐龍 恐龍嗎 你說是不是 我們這邊再蓋一個景觀台好了 到時候再蓋一個飯店 景觀台 這個 哇 怎麼外掉啊 不是這樣 這樣才對 擋住了 感覺這樣子還是不夠齁 各位有沒有這麼覺得 感覺好像還是不太夠的樣子 而且超出界線了 居然超出界線 滑地弄平一下 怎樣 喔 我們的那個角鼻龍終於孵化出來了 沒有失敗太棒了 終於啊 太好了 欸 欸 不對 這個 這個 不要擋住啊 來了 這樣行了吧 好 就決定了 這什麼啊 我把這份合同交給你 打鐵趁熱 為什麼要再孵化一隻 喔 這是孵化一隻恐龍喔 啊就只要孵化就可以拿十萬喔 嗯 感覺不錯 結了 然後這裡沒有電力 我要再牽線了 我的天啊 有喔 有喔 好吧 這樣就有電了 然後這是什麼 十五號進 派我們的車車去投了 接貨衛食處補充申請 頭好頭滿啊 他們試還真快啊 好 我們現在把我們腳鼻龍放出來 數值 存活率72加10% 評價81 表皮基本 放 我們試試看他會不會往另外一邊走 又一隻 好 我們解鎖 不知道解鎖什麼 來來來來 這邊大門為你而開啊 來這裡來這裡 啊 完蛋了 忘記關門了 好險好險 看來是一隻肉食恐龍 這次孵化的是腳鼻龍 差一點點啊 只如紅龍的背上有一排疾刺 頭上長了一隻韌狀的腳 好教材 我有把門關起來 集體行動 都不會想遇上腳鼻龍 關鍊關鍊關鍊 來這邊 快咧 快咧 有了這個乖乖的往這邊走了 欸剛剛忘記關門嚇死人了喔 呵呵呵 希望你們這兩個腳鼻一跟腳鼻二不要打起來啊 希望不要啊 夾斷你的尾巴 尾巴不會被夾斷欸 可惡 是差點被夾斷 舒適度 等一下應該就會上升了 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的在這邊互相交朋友 好我們的龍王龍差一點了 都用這個增加成功率 這樣我才不會失敗 龍王龍 我們現在來針對 全部都針對龍王龍去探勘一下好了 又有新研究的東西啊 基因組合 這兩個該學的學一學好了 防禦率增強 還是學點別的啊 建築物0個 圍欄有電的 建築物升級 啊電力的部分用移動好了啦 不然真的頗麻煩了 可是我覺得先用這個好了 然後之後再來電力全部把它升滿 好不好 之後再把電力全部升滿 暴風雨防護站 為附近建築物提供氣象災害的防護 這個蓋這裡會比較好一點啊 試試看好了 這蓋了應該都要沒有幫助吧 我覺得 這蓋的還蠻快的吧 左突然停止了 沒有停止了 還在蓋 我看一下蓋環這裡幹嘛 我看一下蓋環這裡幹嘛 暴風雨防護站可以在暴風雨時保護園區的設施 降低傷害 很有用吧 哦 哦 許多島嶼都會受到猛烈熱帶暴風雨的威脅 一旦遭受暴風雨設施可能嚴重損害 在馬坦賽羅島完全保全部門 完成保全部門的任務可以取得暴風防護的作為獎勵 暴風雨防護站會保護四周的建築物 抵抗暴風雨的損害 保護範圍勒 藍色的就是保護範圍 所以說我們這邊也可以蓋一個在保護這裡 感覺不錯哦 加減加減 哦 剛好這邊都可以 從這邊 蓋的中間剛好 有沒有 這樣應該都保護到了 有有有 這樣都保護到了 太棒了 恐龍沒有保護到就算了 欸不對啊 我們就是保護建築 不是保護恐龍 是吧 NICE 哇 每分鐘14萬8 哇 我超強 來龍王龍 賣掉 我們可以孵化我們的龍王龍了 從現在開始 可以各種孵化了 我們再來孵化一下我們的艾德蒙托龍好了 還是啊 我們的四基龍多弄一隻好不好 欸 右下角的保全還沒解完 為什麼 哦 要去套用是吧 哦 有套用 NICE 拿了12萬五 有些新建築可能對保安部門有用 哇 你將工作做得很好 我們科技好低哦 天啊 不過我們保全評價還蠻高的就是耶 我們來主攻保全 可是有觀眾說其實三樣都平均提升 反而對 對這個遊戲會比較好啦 沒辦法 我們就只能這樣 先暫時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龍王龍先來呼籲一下 一個15萬 應該是OK吧 對 我是大工程 我是MVP 這個速度很快哦 這是斯陀魯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來 我們來看他一下 哇 哦 嗨 有沒有他在歡迎他加入 歡迎加入 歡迎加入 欸你怎麼這樣進來了 欸走出去啊 這邊有大門為你們打開啊 不要亂走啊 有點危險 我就覺得有點危險啊 這什麼 保全中心 唉唷 從保全事業 保全業的遊客想造訪的首選地點 產生額外收入的保全 評比成正比 哇靠這也太大了吧 我要怎麼蓋一個 我們沒有地方蓋這個什麼保全東西啦 因為我們的地已經夠 就只能這裡了 隨便蓋 隨便蓋 好 我們要把我們的龍王龍放出來嘍 就是你的龍王龍 欸怎麼那麼小隻 我還以為滿大隻的說 好 龍王龍 名字感覺很不像 一隻石肉龍 他真的實際上是一隻草石龍 哇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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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哇 會增加社交嗎 恐龍樹木我們抓的平均 但這個社交的程度 O不OK啊 我上網看一下好了 我記得之前有一位觀眾有跟我講說 這個社交要怎麼去看會比較好 同一個柵欄裡的恐龍數量 所以說他會 恐龍數量不夠多 他會孤單寂寞是不是 哎你們不要再走進去了 啊 算了 沒關係 同一個恐龍的數量 同種 那我們就多弄一點讓他不孤單嘛好不好 我們再派個 再派個兩隻龍王龍給他作伴 當兄弟姐妹 啊 你們說這樣子好不好 兄弟姐妹呢 是不是 讓你們當兄弟姐妹啊 來我們接下來趕快接一接好了 承包 申請新的承包案 我們來接一下科技科學部門的好了啦 因為我們保全快要滿了 我們科學太少了 我們無時無刻都需要多一些資源 哦 而現在獲取資源的機會來了 三星哦 沒問題沒問題 一分鐘後才可以承包 好 我們快要三星了 加油 三星可以再拿點錢 不錯不錯 哎 我們看一下我們那一隻 我們那一隻不見了 我們那一隻可憐的龍王在這裡 他的社交還是不太夠啊 他的舒適已經88了 再忍耐一點再忍耐一點 我先關門不讓他進去 來來來 放養放養 放養放養 開門開門 讓你們 好好的做兄弟 這邊 兩邊 兩邊給他 然後這邊也需要一點的 哦 工作滿了是吧 我們再派第二輛 收到養食處補充申請 不知道他們真的要餓死了 看一下 還可以 哎 我不會我們的人 人過去把他弄死啊 那個恐龍把他咬死啊 會不會啊 好 保全中心弄好了 聽著 我不在乎我們有多少建築物 但是我很久以前就學到 少 絕對不會變多 多才會變更多 閉嘴 多蓋一點 可以嗎 多蓋一點喔 好喔 有三種建築物負責掌管特定部門的運作 科學中心 創新中心 保全中心 這些遊客中心會根據你 在該部門的評價為你帶來收益 你可以建造多種類的遊客中心來獲取更多的收益 保全中心 應該是說多了這個之後呢 對這些遊客 啊 願意 相信這個公園是安全的這個成分會比較高吧 吸不吸這樣子 吸不吸 我們這邊還有地可以蓋欸 整一下好了 保全 我們到時候這個研究到了之後我們可以蓋科學跟創新 這兩個蓋我應該這個就完結了吧 我覺得啦 應該就結束了 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我這邊還要再稍微補充一下 可是這邊好像沒有什麼路 什麼東西 飯店是吧 對齁 忘記蓋飯店了 來齁 蓋個飯店喔 飯店蓋這裡好不好 有沒有人有沒有人任何意見啊 離我們 離我們在恐龍觀賞區遠一點 覺得會比較好一點啦 我們要保護遊客的安全 飯店 啊飯店咧 保齡球館餐廳 我的天啊 哇大 大 大 大什麼大 他這個都不能好好的切齊這個路面嗎 一定要這樣斜的嗎 好 這應該就成功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龍王龍 心情有沒有好一點了 有了有了 龍王龍的心情有好一點了 看來非常的健康快樂 太棒了 可惡這可不可以進去一點 我要把門關起來了 哇這樣子我們沒有新恐龍可以研究了耶 前往畫室界面 好 好吧我們覺得我覺得我今天先不先玩到這裡齁 那今天大概 算是進展的蠻快的齁 這一集算是我一個大躍鏡阿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齁 總而言之這個遊戲其實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好玩 一個路線的動線規劃以及你要怎麼放自己的恐龍 你還要根據他們的生態去做任何的 任何的改變 其實真的還蠻辛苦的 不過呢看他這種就是 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的落成阿 其實真的還蠻爽的 一種爽快的感覺 好吧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一會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歡迎下方的留言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 出邏輯世界進化再見面了 掰掰 字幕見面 拍照 字幕見面